請問 有時候我們不想問一下嗎 請問你 我問你可以跟幾點 還有幾點 還有幾點 就是四點 他是自由時代家統治生的攝影記者 之後是 亞洲總監 比宋宏前 比阿龐都還早 他每一個人在那床房 社會有同一個名字 以往的 各人各人的摄影的专注的主题 像小小拍很多原住民 像山寨拉也拍很多劳工 他对的人物比较 比较有兴趣 他各有专长 那来 大家都要解决 那詹义华的照片的连续 这个也很少看到 我们都比较清楚小小拍那一张 那一张一张是 不知道他可能是最低的 高大利比较的 没人认不得的角度 只认得他认得 什么 人家在计划? 没人要问我一直在说的 还是你们三个有准备好 要再说什么 其实问一下 他们担与这三个主题的 时间的生活运动 不一定是28 不一定是519 不一定是519 像我问了个别的访问他们 他们都共同提到 520 动力运动 那是 1988年 所以这个时间很重要 就是你86年的519运动 87年519又运动 还没有解缘喔 那一年解缘 隔年的519 变成520的龙鱼运动 那是街头非常惨烈的一次运动 那他们也都提到说 拍摄影馆那个场景是最 下股最大 一大 然后等你修的时候 那是一个动态 然后人跟人的互动 那个镜头 的自然也是按不下去 所以小强你为什么按得下去 有准备行动工作 好 阿邦啊 现在他在做工作的时候 你看他那个 那个报纸其实很宝贵 吉安姐第一次选举 其实满活泼的应用了很多 这种广泛的移速工作者 那我们也上次也请小秋来谈过嘛 其实 看台湾的街头运动也像 另外一个线索就是 其实运动是要很有创意 除了像郑南宗这种 比较属于组织型的 然后发动 那种大的异地的运动 可是落到运动的实践 就是实际在做运动的一些道具 上次小佳也讲了 那怎样去组成一个运动 这个也值得 值得去把它写下来 那当然你会用一个角度说 那台湾 啊不是就 没有那个击人的 一种风烈烈 那我想这个可不可以 不用这样子比较嘛 应该是说台湾怎么样子 走到今天民主 那这样的运动能够带来 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 反省 或是我们统统找到一些 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好 有的人 邀请两位来 先报上自己的名字 好 好 再来负一下问题 好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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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问 师傅 这个 厉命 齁 在概念的时候 先后 你们 那是不是 有 遭到 执政党 或者是说 那个 恐吓 或是威胁 或是压迫的 那个情况没有 因为 是不是 自由自家的人 都会去 照相 自由自家的人 会去照相 如果受到威胁 利用 或是压迫 就会改变你们的 那个 那个 自主的 表现 会不会有那种情况 好 还有这个问题 好 那个 要不要大家都会回答 我会先回答 蛤 蛤 你要 你有问题吗 你一位就没关系 等一下 问一下你的名字 我感觉你好 就是我想请问 您也想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因为现在媒体啊 就是我现在 自己在媒体这边工作 然后我就是觉得说 现在大部分媒体 在做采访的部分 感觉没有 因为我自己 对这个时代 不是 因为你记得过他嘛 啊我自己是对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时代的想象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就是 以看到这些资料来讲 跟现在媒体的 采访的方向来讲 就是 我会觉得现在媒体 就是大部分就是 有 一个立场 就是他们会 怎么讲 就是他会有一个 会一直弱化这个意义 就是我会觉得这媒体 譬如说他在 不管是反而啊 是什么 一些社会运动商 他们的采访 就是好像就是 一个时期稍微过了一下 他们就没有再追踪 那就会觉得好像 一个社会运动 一个社会运动 这样一直过去之后 那个议题 其实是很容易 一下子又弱化 一直弱化 那就是想请问一下说 你们当时 在做媒体工作的时候 是 那个情况跟现在的 那个差别 是 会有多大 还是说 欸 我帮我再问你 听听得懂 就是 我想问一下说 当时的 就是你们在工作的 那个环境 是 那个热情跟现在的 媒体环境 那个落差 不知道是 是什么 然后想要知道一下 做现在的 这个情况 是 是 方总先回答 好 欸 我先来回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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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那个时候 有没有受到 威胁或者利誘 对我来讲 摄影是兴趣 然后 早年因为 对 看了很多 国外的 新闻摄影 那我觉得 那是 人生蛮值得 奋斗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那时候就 开始自己摸索自己拍 但是可能跟家庭背景有点关系吧 我家庭背景 早期其实家里有 亲人是台公 他们 长辈通常不会谈 是我到参与政治运动 很多年之后才能逐渐知道的 然后 基本上 阿公早年或者 阿咒他们都是大地做的 所以 一开始我们拿来 大概做的是 一代都没了 所以 传统上是蛮反国民党的 然后 因为我小时候 可能接触 可能比较喜欢阅读吧 所以我早期 我小 我记得五六年级的时候 我就看过李奥的一些 早期的一些书 就是谈 呃 西化议题的这些问题 自由主义的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 我可能期比较早 所以我一开始 我就 蛮 对于 社会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 会有点兴趣 然后就投入新闻摄影 呃 我 当兵我是在高雄 从县兵队当兵 可是我错过了美丽草事件 因为我是之后才进去的 所以我在那个环境接触到蛮多 我们那个年代可以看得到的 文件啊 资料啊 或者讯息 那时候或者正报 那时候党外运动已经有了 那我在我高中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有点蛮叛逆 蛮 会去注意 党外运动 然后 那时候还有那个 陈谷英 陈谷正常 在台大的那时候 的 参选啊 包括那个自由墙 那时候是蛮重要的 这个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我当兵 之后我曾经拿来 当时非常敏感的一份 军中的文件 那时军方公然普选公民党的文件 那曾经 看理想 我曾经在立法院 直询当时的行政院长 那这个事情 当时都被掩盖掉 可是公民党应该蛮震惊的 后来他们大概有人查到 大概查到怎么泄露出来 可是没有直接找上午 他们跑到我老家的那个 政工所的兵役课去调查 结果好巧不巧 那个兵役课的负责 是我同学的爸爸跟我们的药 他们是我跟我讲 所以我早年大概就有点 会对这方面有点疑似到 然后我开始拍照之后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那个 刘青开始选举的时候 刘青要参选台北县长 那时候是用 广场动用所有的军警 全部包围 全部封杀 让政治民众没有办法接触 那一天 蛮多特务的 然后尤其他们被封锁 在那个透店做的 就是神道旁边的透店房 整个从澳楼演讲 然后全部 整个路段都会封起来 那时候我们大概可能年轻吧 比较大胆 我们就拼命拍那些特务们 然后那天要接触的时候 就有三个特务一直要跟着我走 我后来绕一绕 又回总部 然后后来他们设法 几个党工带我从后面的小户 回去这样 后来我比较没有直接跟他们有接触过 但是有一些朋友或者同学 他们会突然想要来跟我接触 那时候我都尽量不去跟他们接触 因为我那时候大概有点意识到 可能军警那时候对服我有点兴趣 所以我就尽量不跟他们互动这样 所以我比较没有 后来比较没有这种经验 然后我回答另外一个朋友 谈的那个 如果对于历史有兴趣 你大概会知道历史一直在循环当中 或者一直演变当中 那早年我们这些民族运动 或者社会运动 其实真的一定会不见被遗忘 那只有看后代的人 他们自己有多深刻的力量 会去把这些历史 继续挖直觉 或者继续倡议 或者继续推动 那不然他会被新时代的某一些 社会的趋势所取代 在对我来讲 我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那是我的回忆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今天有私人事务 我必须先离台湾 我必须去台湾 那我今天就要到此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她 速度太慢了 中六 不要塞车 现在来每一位要不要回答一下 欸 暫时我再广告一下 那具体首先也可以 这个我们基金会纪念馆 赞助这一本书 现在在不能说卖 就是某一种监管方式就会证书 下个礼拜 另外一本书 就是两个都跟白色可能不有关 但是对象不太一样 叫做青岛通路商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 从来没有人帮他出 某一种精神 我们跟郑安隆一样都 要秉持他的精神 帮一些比较弱势的 没有花生的 帮到花生 像这个是陈隆隆的故事演变来 这个大概有十七万字 然后我们也会用个优惠方式 可能会用这本书再加一篇 力导演观的TVT 请大家再帮忙宣传一下 接下来三位要不要轮流回答一下 两个问题 等一下 好 来 Tennis要讲话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哪个真正 哪个做提出 开始提出哪个问题 这有东西也不是工学来方面 例如说高大一的人 而有 其实以前在台外 像在国费 夜里云 很多历史学家 也是熟悉 很多类似方面的资料 他才有条件 可以把新成本的运动 所以 我觉得说 不要有一个错觉 这也是 这个东西做事 自己 成本 虽然他贡献很大 并不是说 是他完全是他自己 靠到自己里面 而来 还是说 这个也是一个 很多人参与的一个国家 你非常经意的过程 好 我非常同意安德意的说法 那我们在纪念馆的责任上 他也要避免这种情况 不要把郑恩宏 英雄化 英雄化 一般来讲就是 如果离人的世界 会越来越谣言 那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历史 更能心化 我非常同意他的说法 就是 整个历史的走向 其实谁都没法决定 但是呢 当下 谁决定做什么 可能会对后来 产生一些影响 那在从杂志来看 其实早期也不断的报道 228 白色恐怖 但是总是呢 在那个时间 有人愿意出来做 而且更多的人跟着出来 这个是一个 值得肯定 那表示说 很多事情还是要去放街吧 那刚刚没有讲的很清楚 就是那张照片 对应这个影片 我觉得 郑恩宏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就很清楚 马上能够回答 刚刚安德耶说 他在晚上的时候急功道歉 除了刚刚三代所讲的 我想那个是一个 自己做运动的态度 我对这个事情 几十年 家属 没有地方可以去祭拜 那也有苦受不出来 实际急功道歉 本来是关于郑安宏投资 可是你郑安宏 居然做这个运动 一定 用这种态度去做 我想那时候 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我想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在解读 郑安宏投资的各种运动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思考 更多的 听一大意见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历史 会比较接近 民主时代人民的历史 就是一波接一波 我更远来讲 228之后 白色恐怖 我现在所了解 这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不敢说全部 大概台湾级的百分之 99.9 都是受228影响 所以你怎么能够 228跟白色恐怖 这样的字眼 去分割历史 不行 应该要从人的生命 经过战前战后 228跟白色恐怖 来了解那个人 了解他的家属 你就知道这个痛 跟那个历史的生命力 在哪里 我想这样来了解 我们怎么样做到民主的今天 就会有帮助 来 你们三个